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全球视野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7号星期三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乌克兰重击俄军舰神器 可助台湾痛击中共军队 白宫拟动用最严格限制 阻中共获取高端芯片 印加速建水利发电站 中共偷建地下基地 这期峰会发布联合公报 制责中共不公平行为 欧盟法院驳回TikTok 对数位开门人诉讼挑战 据三里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以海军无人机 重击俄罗斯军舰 美国军事专家说 海军无人机可能是美国协助台湾 抵御中共入侵的最好方法 可驻扎菲律宾或日本 一天内可到达台湾 美国海军宣布 F-35C战机中队 部署日本应对中共战机 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6月曾指出 美国计划在台海部署数千艘无人舰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 打造地域情景 若中共入侵台湾 无人武器系统可延缓其进攻 争取时间让盟友可协防台湾 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拉克 近日说 在地域情景战略中美军海军无人机可能部署在菲律宾 日本一旦有中共入侵风险 无人机可自行移动或以船舰运到台湾西海岸 一天内可到达 根据许多兵推的结果 台湾籍盟友可成功抵御中共入侵 但要付出的代价很高 从乌克兰成功运用海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军舰的经验来看 海军无人机或许是美国的最好方案 克拉克指出 部署在中共可能入侵路径的美国海军攻击无人机 可干扰甚至阻止中共入侵 就像乌克兰运用海军无人机挫败俄罗斯 进入黑海西部的计划 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无人机 也不时封锁中东红海的大部分区域 五角大厦2023年启动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复制者计划 据信是为帮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 就是以大规模部署空中海军无人机为主 正评估的机型可能包括 德州海事公司Ceronic生产的快速攻击海上无人机 俄乌战争前 美国智力发展的海军无人机主要是大型载具 能负载数千磅 在海上飞行长达70天 具有探测追踪摧毁潜舰的能力 随后 美国海军和五角大厦的战略能力办公室 推出四种更大的无人机原型 可以携带集装箱大小的飞弹 感应器 电子反制器材 有了乌克兰成功运用无人机的经验 美国发展海军无人机的焦点 也转向较小的载具 大型无人机在海上进行潜舰追踪 电子干扰 或远程秘密监视等任务仍有必要 而小型无人机也可执行类似任务或其他任务 克拉克说 美军已使用小型海军无人机进行海底水面监视任务超过十年 最新设计的小型水上无人机加入马达 太阳能或柴油动力 可携带雷达干扰器 诱饵 主动声纳系统等 可在水底隐秘操作 进行秘密监视或突袭攻击 海军无人机的出现标志着海军战争的新时代来临 数十年来 海军一直专注于开发预趋致命的反舰导弹 现在面对来自空中水面和水下的广泛威胁 海军无人机可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案之一 此外 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 美国海军将以装备F-35C战斗机的第147战斗机中队 接替驻日本研国基地使用超级大黄蜂的第115战斗机中队 F-35C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战斗机 是多用途的第5代战斗机 增强了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力量投射和威慑力 日经亚洲评论 目前美军已部署F-35C的航舰有卡尔文森号和林肯号 目前都被派往太平洋区域 部分美国国防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海军能力的重大升级 反映出美国海军需要第5代战斗机对抗中共 在隐形战斗机方面的进步 哈德逊研究所分析 任何第4代战斗机都无法获得F-35C的卓越能力 F-35C不仅将为美国海军 在与中共新型战斗机的空中作战中提供战术优势 而且有助于应对从中国发射的陆基反舰弹道导弹 和从中国轰炸机空射的反舰巡航导弹 在日本部署F-35C仪式表明美国认为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环境 要求舰载机具有更高的网络能力 穿透力和杀伤力是绝对的优先事项 17号消息 美国针对中共购买高端芯片的能力 进行最新一步限制 彭博社知情人士称 当局考虑动用一项名为 外国直接产品规划的1959年措施 对海外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进行更新一步限制 对中共企业施加禁售令 日本的东京电子 荷兰的阿斯麦等知名企业 预计将受到最新限制令的影响 报道指出 有消息人士说 白宫向日本和荷兰的官员 基本解释了最新的规则 表示如果他们不能严格控制对中出口 那么美国政府最终将不得不使用这项条款 据悉美方提及的条款要求 如果某种产品使用美国技术 即使分量轻微 外国政府也要对其进行严厉控制 要求美国政府有权阻止 其对哪些个体进行销售 即使产品在外国制造也是如此 该规则属于美国最严格的贸易限制范畴 对于这个消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 美国不断加码 对中国的芯片管制是恶意打压 其他涉及公司与各国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消息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在对中芯片限制的问题上存在漏洞 举例说 一些新加坡的企业利用转口渠道购买有美国技术的芯片 同时北京对一些高端程度欠缺的芯片需求增加 举例说截止到今年4月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对中芯片销售额同比增加22% 范林集团今年1月到3月的对中销售额同比增长20% 反映出中共对芯片的巨大需求 最新的消息可能反映出美国进一步收紧科技领域限制的决心 外界担忧 中共将高端技术芯片用于军民两用技术领域 对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 对此 希望之声TV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 中共购买芯片的真实目的已经被全世界知道了 当局要取代美国的目的非常明确 目前美中摩擦不断升级 尤其在高科技领域 美国一直起到主导的作用 未来对于全球的科技业来说 大家可以正当的使用 但是中共不只是要使用 还想据为己有 而且还要取代美国 石头表示 现在谁掌握了高科技 就等于占据了制高点 所以美国在看到中共的邪恶用心之后 才下定决心要严管科技出口 不但自己要严格 还要求相关的国家配合 这样就明显地遏制了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同时美中关系也将走向更加不稳定 由于很多科技不能在中国使用 所以也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离开中国 这样也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萎缩 更难以重振了 印度近期打算斥资10亿美元 加速在中印边境的阿鲁纳查省打造12座水利发电站 此举被中国视为侵犯其主权 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再度因此事而升温 根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 印度财务部长西塔拉曼近期批准 为每座在东北地区的水利发电站提供75亿卢比 约29亿2816万台币作为财务支援 根据此计划 阿鲁纳查省的12座水利发电厂将可获得约900亿卢比 约351亿3379万台币的经费 对印度突然加速在阿鲁纳查省打造水利发电站一事 资深媒体人旁中表示 印中双方最近都在同意通过外交解决纷争的同时 印度又加速推出打造水利发电站项目 原因是因为中共可能在雅鲁藏布江一处河段建造水坝 引发印度对山洪或缺水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网络流传出一段疑似与此事相关的抖音影片 内容是中印士兵14号在边境发生冲突 影片中穿红色救生衣的中共解放军 与印度士兵扭打在一起 场面一团混乱 有的士兵不断挥动手臂 疑似是投掷石头 一些士兵在冲突中因重心不稳而落入旁边的湖中 冲突现场还能看到一艘属于中国的船只 船上挂着五星旗 此外 中国最近也被美国卫星抓到 在中印边界搬弓湖边 偷建大型地下军事基地 里面存放着大量坦克与军事装备 旁中对此表示 虽然解决争端还很困难 但中共和印度应真正负起亚洲大国的诚信和责任 双方要尽快重新启动定期的政治对话 以调节两国关系中不断加剧的竞争 并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来减轻风险 17号 G7集团贸易部长峰会在意大利举办 涉及多边贸易体系 各国首脑强调 G7国家经济体的共同目标 包括共同争取公平的市场 避免因生产过剩造成的扭曲 必要时刻需要使用贸易工具 来对抗扭曲市场的举动 这个说法直接针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威胁 措辞更加严厉 根据G7峰会的公报 各国首脑承诺保持经济开放和竞争力 促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 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合作 包括印太、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在内 会议闭幕词也表达了各国的关键立场 重申需要加大力度 在全球层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维护开放和竞争的经济体 重申重视透明度、协调和发展 七国集团成员一致认为 面对存在危机的国际环境 世贸组织需要自我更新 强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 都需要确保世贸内部的透明度 在国内外公开政府补贴计划信息 主办国意大利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加尼表示 世贸组织必须制定适合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规则 我们努力减少关税的存在 除非关税对于保证互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他强调乌克兰和中东是七国集团贸易的主题 也造成阻碍国际贸易的因素 国际领域的动荡会对贸易造成损害或限制 乌克兰冲突及其中东危机影响了贸易 从加沙到鸿海都有胡塞五方攻击 正在破坏航行安全 此外 G7也呼吁不要使用经济胁迫 谴责任何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企图 相关主张直指中共 公报指出 G7正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以确保相应威胁不会得逞 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在G7内部联通 以及和外部的伙伴合作 虽然公报没有点名中共 但习近平当局被认为是G7谈论的主要目标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 此前谴责北京持续利用经济胁迫手段 向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各国施压 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持久 最有害的工具之一 17号 欧盟法院驳回了中国软件TikTok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 对其数位看门人地位的法律诉讼挑战 此前 字节跳动辩称 其全球市场价值主要来自中国的业务 因此 其对欧盟市场的影响 不足以根据数字市场监管法对其进行指定 但欧盟法院驳回了其法律论点 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提起诉讼八个月后 法院在今天判决驳回字节跳动的诉讼 委员会完全有权认为字节跳动是数位看门人 根据欧盟数字市场监管法 被认定为看门人的企业 必须允许用户自主选择在自己的设备上 预装哪些应用 也需要让其通讯软件能与竞争者的软件相容 在去年11月 字节跳动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被认定为看门人的决定 总部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 支持欧盟执委会观点 并表示字节跳动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支持上诉 字节跳动曾辩称 TikTok尚未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相关主张被法院回绝 此外 字节跳动关于其权利受到侵犯 判决违反平等待遇法律原则的指控 也被法院拨回 败诉后 字节跳动被命令支付法庭费用 其中包括与临时措施诉讼相关的费用 由字节跳动承担 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 跟大家分享几则上期节目的精彩留言 也欢迎大家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 有观众说 中国人要自己就自己 不要寄望高官对人民的仁慈 推翻所有共产党员 自己建立自己的政府 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有自己的土地 及自己的房子 另一观众说 中共不枉百姓什么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皇上的 还有一位观众回复道 印尼排华事件就该吸取经验 出了国外就得靠自己了 观众King Chong 3603说 在中国谈论自由不要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